精明冲突 世代隔阂 我才没有被洗脑 家庭撕裂 学生的本分就是学习 为什么去参加什么运动啊 我们可以聊一聊吗 可以跟你说说话吗 我们聊聊好吗 我想好好跟你聊天 每周四晚上十点 有张明天跟大家聊聊天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又到了这样看香港 想跟你聊聊天的时间 我是主持人张明天 最近的香港 我们透过新闻知道 香港的苹果日报 也停刊了 六四为园的烛光晚会 也不给办 每年的七一大游行 也连续两年被禁止了 但是中共的百年党庆 却是盛大的庆祝 在金中天马公园内 是歌舞升平 还有光影三滴 耀维港的表演 这个气氛真的是有点诡异 因为大家都还是没有忘记 有许多市民熟悉的政治人物 或者是异议人士 都还深陷在牢狱之中 所以我们外界的迫切的想要了解香港现在真正的处境 到底现在香港的局势如何呢 现在香港的各行各业 每一个领域被影响的层面又有多少呢 其实很遗憾的 想要了解这个答案的管道并没有很多 我们外界除了透过媒体 或者是从香港在地的朋友 这边来了解这个问题 但是你看现在苹果日报也收了 很多香港的朋友为了安全 其实也都不太愿意透露太多 其实我们也都希望可以保护好香港朋友的安全 所以有的时候采访就用电声处理 或者是说就不勉强采访了 但是我们今天的受访者是香港在地 少数愿意冒着生命危险站出来发生的勇者之一 我们今天是透过长途电话 连线到的是在香港的大纪元时报的主任 那同时他也是香港法轮功佛学会的会长梁珍 珍姐你好 很高兴 明天也好 就是很高兴透过大气电波 再和台湾的观众们再次见面 是非常欢迎您 我们希望透过您来了解一下现在香港的局势 那首先想要请教一下珍姐 自从这个大纪元时报的印刷厂 在遭到了五次的攻击跟破坏之后 还有您本人在遭到了恶徒 对您的双腿进行这个殴打施暴之后 您目前的情况还好吗 首先谢谢各位关心 就是大纪元和我个人的身体健康 那我们现在目前都还算是一切安好 那我的伤势也就是基本上是康复了 而大纪元也恢复了印刷 对 所以目前这个大纪元时报在香港的发行是正常顺利的 对 而且在苹果日报被一夜之间 可以说一个星期之内被消失之后 大纪元现在被动成为香港主流媒体之一了 就很多人想要看到不同政权的声音 他们去寻找独立媒体 但是一家一家独立媒体都受到压力 而自我审查或者是被迫关闭 大纪元时报在顶着风险 我们仍然在坚持就是印刷和每天的粗暴工作 所以现在大纪元的印量和网上点击率都有攀升 因为人们都想知道真相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民众都挺支持大纪元的 就是一个报纸要发行的顺利 除了印刷的这个流程之外 还有前线第一线的记者到现场去做采访或者是拍摄 这个也都是很重要的环节 所以你们一定要加油 那我还有出到一个新闻 是关于法轮功 就是在7月7号的时候 然后香港的立法会的会议中 罕见的针对法轮功提出一连串的质疑 就是有多名的建制派的议员 质疑说是不是法轮功有牵涉到7亿的刺警案 还有质疑就是法轮功的资金来源 或者是说你们在香港各个景点摆设的那个看板 是散播颠覆政权言论等等 这个部分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可以让我们多了解一点 对这次7月7号在立法会就提出 由亲公议员提出这个法轮功证 是多年来罕见的 就是香港法轮功在香港是和法轮功注册了25年之久了 但是特别在1999年中共非法镇压法轮功之后 香港的法轮功学员还能在香港就是公开的练功 然后集会有限也成为香港一国两制的象征 而且越来越得到民众的喜爱 很多人都想了解法轮功的真相 所以法轮功学员长期就在一些景点 还有一些那个主要闹事中心呢 就是向游客介绍法轮功受到中共迫害的真相 这都在香港的言论自由和这个信仰自由的保护 但是在这个事隔这20多年呢 在中共亲公议员呢 他们突然提出立法会证询 而且现在立法会已经收到中共的 就是DQ调大部分的议员之后 基本上是他们一言堂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次他们连着多议员发声 就是想要取缔所谓的取缔香港法轮功 这个是非常令人失望的 当然我们就是觉得那个 首先他们就是那个葛配凡呢 就是这是民进年的最大政党的议员 提出这个议题 他们多议员还甚至将其刺警案 跟法轮功联系在一起 这个是一个设限 我们觉得这个是忽略跟设限 因为源于当时看中国 记者在直播到这个突然发生的这个刺警案 就因此而质疑法轮功是幕后的元凶啊 幕后的那个操纵者啊什么的 所以我们觉得这种说法都是非常的荒谬 因为任何记者都可以直播到这个画面 那如果是这样就记者就成为同谋的话 这个天理何在 所以我们也希望警方调查 谁在制造这个谎言啊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他们要调查所谓资金来源 那法轮功学员呢 这么多年都是坚持 就是师傅所说的那个 法轮功不存钱不存物的原则 就是都是义务的去讲清真相啊 所以很多学员都是风雨无阻的在街头啊 他们都是没有拿任何的钱的 所以呢任何国家和政府 也不敢就是制造法轮功 因为他们都是受到中共的胁迫跟压力 所以法轮功没有什么所谓的 外部势力的这个资金来源啊 所以呢这么多年 法轮功也是走过了一条 就是靠着自己这种良知跟勇气 在这个巨大的风浪之下呢 就能坚持讲真相 这完全是一种自发的行为 所以我们觉得 即使中共想要建所谓的七一刺警案呢 或者再次想要挑起对法轮功的攻击呢 我们是觉得邪恶的这种计谋是不会得逞的 所以特别现在法轮功已经红传到世界 一百多个国家跟地区 法轮功所唱到的真善忍啊 其实也是有目共睹的 在香港呢 就是很多法轮功学员常年的游行呢 警察也是看到的 所以他们都 私下都对我们讲 就是觉得我们 法轮功学员呢 是非常的和平 而是最善良的示威者啊 所以很多我们都看到过往的游行画面 有警察开路 两岸的民众呢 都是挤得满满的 也纷纷用手机相机来记录这一刻 这都成为香港 就是有别于中国大陆的一国两制的体现 而且也是能够让民众去表达他们的信仰自由 和他们对人权的捍卫 这本来是香港可贵之处 那今天在中共一言堂的立法会 由亲共议员演了 跟这个政府官员一起演出戏 我觉得这个是给国际社会看到 就是这种是非常荒谬的一种做法 我也希望香港政府三思 不要在法轮功议题上呢 就是做出违背良心的事情 就是从政府的 从香港立法会这些建制派的议员的行为 可以看到他们已经开始在针对法轮功学员 要清理就像他们清除三座大山一样 不管是司法还是教育界还是社福界 然后已经开始要清理他们的心中刺 这个法轮功的景点 那现在的法轮功景点在香港有几个 其实法轮功景点就是也没有一个所谓的有组织的 我们都是学员自发的 他们根据自己的条件跟便利情况 原来在闹市中心都很有几景点 可能加起来十来个吧 哦 这么多啊 但是呢就是随着 对 有的是周末摆的 有的是每天摆的 那都是用自己的时间跟巨大的付出 在摆放着一张一张成本低廉的 但是透着真相信息的展板 都是一种香港特殊的景 所以我们的景点是很有特色的 就每个景点的摆放的方式都不一样 因为每个人都是自己做的 这是第一 第二个就是说 现在景点呢 也遗憾的说也是被迫消失掉了 因为现在中共呢 在用十环署 就是它多年来 就是没收法轮功的展板 就像邓炳强 他在这个立法会回答 那个谢维俊议员的咨询的时候 比如说警方就移除了3500多块展板 在过去十年多 所以你就可以想象 基本上3500多块是360天一年 一年360天 那就是每天都有一处法轮功学员的展板 所以你看看法轮功学员是冒着怎么样的 大的压力跟风险在做的讲真相的事情 但现在呢 最近一场打了8年的官司呢 就终审法院最后是拒绝了法轮功学员上诉 令到十环署呢 就是他们没收展板啊 他们就简单的说 就是原来这个是保障我们的合法的社会自由 跟那个他们现在就以这个是没收展板 就是说这个要去申请一些条例啊 就是拒绝了我们的摆放 所以令到法轮功真相点就要被迫 十环署他们也还有警方啊 还有地震署就是先后采取了好几次的行动 法轮功真相点的那些战板都没收和强行拉走了 所以我们现在在香港目前的环境下是没有办法 就是维持真相点的硬作 但是法轮功学员仍然会用各种方式去讲真相 就像中国大陆一样 中共在也是就是宣布法轮功 为非法所谓的非法组织 还有就是迫害法轮功之后呢 其实法轮功学员也在各地就是遍地开花讲真相 我想香港法轮功学员也是用这种方式来向民众讲真相 是就跟许多广大的香港人一样 虽然很多的香港人就是移民到了世界各地 可是他们在世界各地像罗冠聪啊一些比较知名的香港这个领袖 他们也都是用他们自己方式继续为香港发声 我真的不知道香港现在的就是经典的处境是这样的情况 因为台湾的部分好像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就就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并不是说不让你去做一些景点展览的这个部分 那香港的情况是因为政治的因素 让这些声音都灭没了 那好那我们节目到这边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欢迎回到这样看香港想跟你聊聊天的节目现场 现在在电话中连线的是香港的大纪元时报的主任 那同时呢他也是香港法轮功佛学会的会长梁珍 那我们节目一开始提到 就是现在香港的很多游行活动都不给办了 但是呢中共的百年党庆还是盛大的召开 所以接下来想要请问珍姐 现在的时间也来到了7月中旬 那因为好像每年的7月20号 法轮功的团体都会举办游行活动对不对 对这个其实在每年的7月20号 全球的法轮功学员都会在这个特殊日子 用不同的方式去抗议中共长达 数十年的对法轮功的迫害 那今年这迫害已经步入22年 那法轮功学员就是香港的法轮功 他们每年在7月20年都会有盛大的游行 然后就是向民众讲清真相 但是去年呢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已经没有办法举行大型游行 今年呢就是政治气氛更加的严峻 那我们只能说我们是希望能够继续向警方申请 就是在7月20号当天呢就是向中共的驻港的这个办事处 我们叫中联办呢就是抗议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2年的迫害 就是呼吁停止迫法轮功 这个是一个目前在香港这个情况下 我们所能够享有的一点点的这个社会自由 你们有申请 有续申请吗 是没有通过还是你们还没有申请 我们每年都有 每次都有申请都OK的 我们425也有举行活动 目前的状况还是可以4人 它是现居是4个人 只能够现在4个人 哦所以今年在香港的720你们的活动还是会举办 只是人数比较少 是这样的意思吗 是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还是按照就政府允许的方式 我们是会向中共中联办呢就是抗议对法轮功的迫害 哦了解 是不是可以请甄杰介绍一下 你们为什么要就是纪念7月20号的这样子的日子 对你们的意义是什么 我觉得最好不要用纪念两个字 因为这个就是一个一个令人悲伤的日子吧 我们一般就说这个720就是反迫害 纪念呢425我们可以用纪念 因为那是一个万人上访的一个圣局 它是一个法轮功学员向世界展现和平这个勇气的一个重要的日子 那7月20号呢 这是一个中共就是开始对法轮功迫害的一个敏感日 所以呢这一天我可以简单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在如果大家还没有了解法轮功的真相 其实在1999年呢4月25日呢就是法轮功学员外民到那个新法局去上访 后来就是中共呢就是警察就带法轮功学员围着中南海走了一圈 然后最后就说第二天就带标题所围攻中南海 那事实上法轮功学员只是向当局去上访 抗议就是天津支部法轮功学员 然后这个425事件也非常和平的解决 但是那个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呢 他是嫉妒法轮功有这么多人修炼 所以在425当天的时候他就对当时合法就是处理法轮功 这个上法案的这个前总理朱镕基非常不满 就是暴跳如雷就说糊涂啊亡党亡国 他就暗中开始了对法轮功的镇压 所以我们就看到6月10日当年610办公室 类似克格勃这样的一个中共特务组织 在6月10号这一天成立 但是他们对外则宣称对法轮功不会进行镇压 但暗中已经开始在调查跟抓捕法轮功学员 到7月20号就是凌晨 中共当局在全国大范围的搜捕 那些他们眼中所谓的负责人 两天之后就中共公安部就发布这个 所谓的要取缔法轮功的 就是中共政府就发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关于取缔法轮功研究会的决定 就开始对法轮功的全面镇压 其后就宣布六金指控公告 所有的法轮功的机会 所有的法轮功的那个就是他们的展示的标语 这些都被列为非法 所以事实上是从7月22号开始 法轮功在全国是挂大范围的背景 到今天已经被迫害整整22年 那是上亿 你想当年有 就是统计是有7000万 那估计至少是 现在已经上亿的法轮功学员在修炼 那过去这22年的镇压 是有成千上万的家庭被迫害 甚至被活在器官 无数的法轮功学员被丢入监狱 经历酷刑 这是一个非常产无人道的历史上的浩劫 所以在这一天 7月22号这一天 各国的学员都会来 竹光刀练死难的法轮功学员 就是呼吁停止这场迫害 可以简单就先说到这部分 好谢谢 张姐 所以7月20号是 江泽民他下令要 就是禁止法轮功学练的这一天 是这样子 对吧 对 其实我看那个 就是材料是说7月20号开始抓人 所以他们把这一天开始听来 对 22号才是正式宣布禁止 了解 所以法轮功学员 全球的法轮功学员 在每年的7月20号 举办游行活动 是为了表达 法轮功应该是合法的 应该可以在中国自由的学练 是这样子的用意是吧 对 就抗议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它是一个抗议的行动 然后也在竹光悼念 死难的法轮功学员 失去的这些生命 仍然就呼吁在停止迫害 法办江泽民 这都是每年法轮功学员的诉求 了解 您刚刚提到说 今年你们也是会举办720的抗议活动 只是人数比较少 可能就是四个人 在中年办前面去举展办抗议 但是是不是可以讲一下 就是你们每年 因为今年你刚刚说是疫情的关系 你们只能用这种方式去举办 可是是不是可以讲一下 每年是用什么方式去表达你们的诉求 对 就是每一年其实法轮功的一些所谓的敏感日 425 720 还有一些人权日 我们都会举行大规模的游行 就是在香港在法轮功游行 都成为一个特殊的意见 我们会游行路线 都会从或者在港岛区游行 或者在九龙游行 那一般像720的日子 都会在港岛区 从北角游行到中年办事 长达数个小时的游行 途经香港的主要的街道 闹市中心 所以再加上天国乐团的表演 法轮功学院就是旗帜鲜明的各式诉求 都会引起徒人的纷纷的关注 很多人都很喜欢法轮功的游行队伍 就非常的壮观 我们也做了大量的采访 特别是中国大陆的民众 他们来到香港的时候 看到法轮功游行 可以说是相当的震惊 他们没有想到被中共禁止的法轮功 在香港 这个一国两制地方 去合法存在 而且法轮功学院 那么直接的去表达诉求 所以现场有很多民众 他们会纷纷的去接过 法轮功学院递上了一张单张 了解法轮功真相 有的就加入党团队主持的 也会在现场推党 推团 推队 所以是一个民众决心的运动 所以很多人 形容法轮功在 香港人 香港在 就是说很多人也在这次7月7号的时候 立法会提出这个含有咨询的时候 就担心法轮功成为 比如日报被取缔 或者支联会被打压之后的下一个目标 那我觉得就是法轮功是一个修炼团体 他们其实所表达的是人类社会的核心价值 但是超越了一切的 他们不是搞政治 超越了一切的政治的组织 他们是一种精神觉醒的运动 所以你看到全世界法轮功 他们其实也受到越来越多的瞩目 所以我觉得 我们的命运 可能不会重演 当年中共在 当年中共在 想要全面取缔 中国大陆法轮功这样 因为现在人越来越明白真相 我也希望接持平台 希望更多人关注 法轮功在香港的处境 就是尽力我们维护这个自由的空间 让那个法轮功也带给香港民众福祉 是 我觉得透过 不管是法轮功 还是香港人现在的处境 还有加上那个西藏 或者是维吾尔人 他们的处境 大家都越来越了解 中共是他们的真正的形象 真实的样貌 所以很感谢你们 就是每年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让越来越多人清楚明白了 这个法轮功是什么 那中共是什么 你们每年的游行队伍都会有多少人参加 因为我好像有看过你们的游行 然后还蛮盛大的 对 因为那个 我估计都有一千人左右了 就是如果盛大的 当然有一些是海外的法轮功学员 他们也希望能到香港来向市民讲真相 所以他们是也是义务的 就是透过自己的那个空余时间来这边 来就是向大陆的这民众呢 就传递法轮功真相 是是是 我们今天感谢真姐接受我们的采访哦 那我在这边呢 也要跟大家推荐两个影片 是在新唐人电视台的YouTube频道上 有一个标题呢叫做 传奇时代纪录片 遇风而行上级 香港人不怕 那另外一个影片是 传奇时代纪录片 遇风而行下级 逆境追光 那这两个影片呢 欢迎听众朋友们可以去搜寻哦 因为每次看到香港的新闻都会 包括我跟很多香港的朋友们 或者是关注香港的学者 他们都说香港已经没有希望了 已经沦陷了 但是呢 我看到了这两个影片之后 我就觉得说 其实好像香港没有想象的这么糟 还是有很多的香港人坚守戏面 就像这个影片的标题一样 香港人不怕 这个真姐要不要推荐一下 就是听众朋友们 这两个影片想要传递什么样的讯息 我觉得这两个影片呢 是一个讲述 在这个香港这两年 就是急速崩坏的情况下 一群特殊的人 包括大纪元时报 还有法轮功学员 他们的故事 包括里面我也是被采访的 其中一个对象 那我看到 就是说这两个影片 现在反省 反省还不错 这几天 短短几天已经有 接近20万的点击率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 都想了解香港在发生什么 但是现在香港本地纪录片的空间 已经是几乎就被灭尽 甚至就国安法之下 也在钳制香港的这个电影的创作 还有这个纪录片的这个空间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这两个纪录片就更显得 民主珍贵 如果大家想要香港发生什么事情 也想知道 就是目前 仅余的这一点点空间的人 他们在做什么 你就可以去看看这个纪录片 很多人看了以后 觉得很感动 我也觉得 如果大家可以有机会去看一看的话 也许你能够了解到 就更多的资讯和不一样的角度 是我觉得看到这个纪录片 我看到很多纪录片 包括什么李大围城 就是香港的一个 李大围城的纪录片 去电影院里面看的 其实看了心真的是非常难受 我看到一群学生在面对警察 然后一群 就是手拿枪炮的政府权力 然后学生撕心裂肺的 就是喊着自己的诉求 然后甚至是里面也会发生一些内讧 就是比如说 他们互相之间的诉求可能一样 可是他们方法可能不一样 可能会有些争议 到底要留在李大 还是要离开 还是要逃走 还是要继续坚守 那在面对就是 有一些议员前来相劝的时候 这个事例要不要 是会不会被崩坏 大家都累坏了 我每次看到那种影片 都是觉得说很心痛很揪心 然后觉得说 哇香港到底该怎么办 但是这两个影片 我觉得我看到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 我看到的是希望 对 虽然过程中很艰难 可是还是有机会 还是有光明的影片 对真的非常推荐 听众朋友们去看 点击量快20万 应该相信很多人也都看过 但是还没有看的呢 也都鼓励大家 想要了解香港的朋友们呢 也可以去看看这两支影片 我再逆一遍 传奇时代纪录片 遇风而行上级 香港人不怕 那另外一个是 传奇时代纪录片 遇风而行下级 逆境追光 好 那欢迎听众朋友们 可以来信到我的email 我的email是 tomorrow3095 atgmail.com tomorow3095 小老鼠 gmail.com 那我们今天再一次 谢谢真姐 接受我们的访问 好 谢谢明天 谢谢各位观众 我们希望大家 一切安好 也希望香港人都安好 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 今天的收听 我们下周四晚上10点再会